现在对俄罗斯制裁最强烈的就是不免用Swift, 这里讲对俄罗斯五间银行和央行, 对俄罗斯劳报是否致命性打击都不算致命, 因为劳报跌得两成两, 都不算很严重影响劳报币值, 而且俄罗斯都不准国民换取外币, 所以劳报无论怎跌都无用, 因为俄罗斯现在只是本位用劳报做单位, 除非这件事持久持续, 而俄罗斯有一些货品是需要入口, 才会令劳报贬值影响入到俄罗斯民间, 现在暂时看影响不是想象中那麽大, 当然这是很大声的经济制裁, 但影响其实不是那麽大,我看就不是很大, 你只看俄女就知,俄女今天升回, 昨天跌到3.3,今天已弹回4元, 即是某程度上人们开始看到, 不是无效,不是无用,是有, 但实际上是不会持久,为何呢? 因为你继续制裁下去, 你只看俄女一个, 俄女现在你说我们打死她, 令她无生意做, 她占一世6%供应, 如果当她无它时, 头三大都是中国公司, 跟着中国就会霸占世界氧化女供应, 你怎看的事,对欧美这都是战略平衡, 你不是说我弄死俄罗斯, 制裁死她为止,我就赢, 其实这样做,世界仍然需要货品, 我无了她,找哪个供应呢? 如果无人供应那怎样呢? 如果有人供应, 但譬如铝,我们打死她后, 铝俄罗斯占世界6%供应, 无了她,跟着原来三大都变成中国公司, 怎样呢?这可能可以这样看, 每个人其实现在在找下台阶, 怎样在下台阶拿到自己最大利益, 在美国欧美民选政府, 它一定是对自己人民, 自己人民反俄罗斯情绪很高涨, 支持俄罗斯情绪很高涨, 它一定做一些措施出来, 令到人民股胀, 但措施做出来后效果, 可能它最终是承受不了, 就算乌克兰好俄罗斯好, 俄罗斯要继续砌乌克兰, 你砌搞不碰它, 它要慢慢跟你拆, 如果真是这样做, 未必这样做, 但如果真是这样做, 乌克兰出口的一些, 譬如做半导体的一些稀有金属, 或惰性气体, 全部世界边都无供应, 那又怎样呢? 是否全世界半导体不做, 去帮我去乌克兰呢? 这是现实问题, 又或俄罗斯始终能源供应的大国, 在欧洲来说, 它占了欧洲能源四成来源, 这个是否就是说, 我随便可以不要俄罗斯能源呢? 你难道用船运能源欧洲? 你记住, 现在北海油气田天然气无了, 当时开采得太快, 现在主要靠俄罗斯, 俄罗斯不给, 或你不爱俄罗斯, 欧洲连发电出问题, 德国大部份发电厂 已经用了天然气发电, 如果你无天然气, 直接电力都无卖, 这个当会影响到自己本身的国民, 国民的转向都会有, 都会清醒些些, 所以最终我相信就算欧美现在的制裁, 它都知道它除了打了俄罗斯一下后, 俄罗斯就算不反击, 反弹力都会打回自己, 它一定要在尽快解决这件事, 令这件事不会消失, 我想这一张牌, 这张牌可以看到, 普京眼中核弹这个牌, 即核战牌都不够能源牌强, 所以它能源牌是放在后面, 即是出牌计算, 它们先出了轻炸地面部队, 跟着再出幻和谈, 跟着出核战, 跟着先出能源, 即是在普京眼中能源牌比核战牌大, 核战牌已讲了,现在有能源牌, 但看来真的一张牌未必有所做, 因为如果真的做都会双向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现在可能用能源 来与物换物, 最终如果它出不了能源, 它现在生产停顿, 对整个国家都无好处, 所以某程度上我仍然相信, 普京好,北约好, 就算扎人司机好, 都可能会更务实去谈点这件事, 而且还见到那些和事佬出来, 因为最大机会做和事佬的阿尔丹安属于其领袖, 还有法国的麦克龙, 还有中国的习近平, 三个其实都有动作, 似乎趋向于和谈, 以及趋向于和谈的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大, 俄罗斯与中国大陆之间, 即是莫斯坡与北京之间的战略伙伴关係, 是否想像中那麽强, 是否想像中那麽依赖, 因为在今次上见到原来中国大陆在欧洲, 或者不要用欧洲, 到中亚开始影响率其实小很多, 基本上是无了话语权那样, 即是整件事发言权完全不够欧陆, 甚至土耳其强, 大家也有发言, 譬如王毅都有与伯克兰外长谈电话, 但同一时间你想想印度总理莫迪, 直接与俄罗斯的领袖,即是普京谈电话两次, 另一方面是乌克兰土耳其阿尔多安, 都是直接与俄罗斯与乌克兰领袖谈, 可见到在地缘上中国实际上太遥远, 所以中国在这件事上可以这麽说很难插手, 亦无一个惯常常态在地区有很大影响力, 但中国在乌克兰很多投资, 希望拿到乌克兰技术去改善中国现在一些樽颈, 譬如飞机引停已是, 又或一些稀有金属提炼, 或一些堕性气体提炼, 这可能中国都想要的技术, 所以在中国眼中未必希望乌克兰完全摧毁, 而另一方面昨日见到一些煤股, 即是一些煤矿股暴升,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可能见不到文件出了一个禁令, 叫国内的煤炭机暂时不要买俄罗斯煤住, 这可看到中国在这件事上表现是无实, 虽然官方相对对俄罗斯入侵采取一个理解, 经常说历史玄甲的说法, 在联合国开会已两次投票, 按理会署投了气权票, 跟着联合国大会的谴责, 大会是讲百几个国家投票, 当中的气权票亦包括中国, 不过反对票有五票就无中国反, 35票气权就有中国反, 其实不是坊间所讲只有五票反对, 在一百九十几个国家裡面, 五票反对,三十五个国家气权, 整件事去看似乎在直接参与事件是无, 但如果你说间接去观察事件一定有, 譬如一个道理, 中国买俄罗斯三十六架卡五十二战核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这亦是俄罗斯暂时是世界上攻击力最强其中的武装直升机, 它特色可以突防, 突防原因是它低飞, 而它幅射面比较小,所以雷特探测及击落机会小, 因此你见到乌克兰安托洛夫机场, 当时失手时都是卡五十二战核直升机飞进去, 但过程这七日战争已最少数到六部卡五十二, 被乌克兰首昏击落六部, 不是少数量,一部大约一亿五千万人民币一部, 现在如果中国买了三十六部, 打算放在零七五两棲攻击栏, 每一部放十二部, 再加上配合中国的武籍九和武籍十, 它的目的就是要封锁台湾海峡, 目的就是要在台湾作战上派出用途, 成军都要两年后, 但现在卡五十二在乌克兰的表现是否预期中那麽神奇, 看来又不是, 因为乌克兰它的特色是它做先后部队, 因为它低飞,所以很难等级落它, 但现在乌克兰也借了六只下来, 现在未来可能更多, 美国拿了刺针进去后可能更加会杀身强, 对中国与台湾之间它无战略平衡, 只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所以可能它都会考虑卡五十二对着刺针, 跟着有何表现呢, 刺针如果真的落到柯兰军手, 俄罗斯现在不是用战机去打, 去地面部队进攻先用直升机, 那战机只是最先头的军炸, 直升机而卡五十二是主力, 因为买了28俄罗斯无钱买自己都无甚, 反映不到出来, 卡五十二本来大家全球相信很劲, 但现在看来就无预期那麽劲, 所以这反而可能中国现在暂时 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特别留意的地方, 并不一定对整个局势会有太多干预, 或太多干预,不是干预大把, 干预也干预不了, 反而可能部份乌克兰和俄罗斯, 如果出现长期制裁或长期失去生产力, 可能对中国某些产品有利, 可能它那方面会大幅增加供应, 所以包括稀有金属, 可能那些股份大家可以留意下,